Hello,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上一集就沿在Lansdown 今集我們就在Lansdown繼續搭Skytrain出發 帶大家去看我們新的Listing 就在幾站範圍之內 想說為何要搭Skytrain 搭Skytrain的原因是因為 溫哥華塞車得很厲害 我上次去完溫西 回到Richmond好像鎖了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我們現在在Vancouver屋街 就有一個大工程進行 要換下水道 差不多由8月至9月開始 排水渠和下水道 雨水和污水 兩個渠都要換 所以來往本身Vancouver已經很厲害 現在還要是Oak Street最關鍵的駱橋位 塞車得很交關 我們今天的新的Listing 就是我feature了很多次的Marine Gateway W1 我們試一下搭Skytrain上去 再走過去的時間 是不是跟開車差不多 以現在的traffic來計算 分分鐘快過去 好了 我們已經出發了 你不說說什麼時候完什麼工程 工程要明年春天 我們現在這一站是Alberdine Avaca Place 這一站很多東西吃的 珍艷芳也沒吃過 有豆花烤魚 這個地方我們… 那個不是海月酒家 我們乘去吃的 我還沒拍過 因為我們還沒計時 剛才我們現在10點24分 我們差不多應該是4-5分鐘前上車 不用 其實1分鐘到這裡 其實差不多10點20分左右 你當20分吧 對 10點20分 不是入站 對 Skytrain的柱子有4-5-6 不用搶了 是啊 不是香港多幾個 不是 香港上面有很多手臭的 這裡沒有 香港好像只有1個而已 不是真的嗎 不是真的嗎 不是有些人 不是有些人捉住 不是有些人捉住它 好像被人捉的 這裡不跑了 5-6 是啊 OK 下面都捉住都可以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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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飛沙河 我們現在離開Richmond 去我們今天真正的目的地 就是這個Marine Gateway 我們有一個Listing Feature 就是準備上房 就是W1的一房單位 位置呢 看我見不見 在你後面 那我們剛剛由Richmond 乘車過來 都是說10分鐘而已 如果10點20分左右 買票 準備上車 然後由到站 10分鐘的路機光 真的挺方便的 我覺得比開車快快 如果一點對點的話 大家有沒有記得 我和機仔最初這個Channel開啟的 我想是 我們頭幾條片 和大家非常完整地 穿著綠袍 走過整個街區 我們現在幾年之後 那時還在疫情時期 戴著口罩 現在我們時隔幾年 再和大家走一次 不過我們第一站 我們是反過來走 由Skytrain 站走去W1 你從哪裏出門 不是這裏出門 只有一個出門 噢 你還打算好一點 我們今天拍片是禮拜日 原來禮拜日 它就沒有分鬆 只有一個鬆軟 我們今天就三個多 可以上到Vancouver了 即是特價 就是禮拜日 對 特價禮拜日 哇 這條路 自陳相識 Starbucks 其實沒什麼變過 這裡的商店 都是這間Irish Pub 繼續都是Subway BMO 是不是 對面MC Square 下面是Royal Bank 對 完全沒有變過 這裡那麼多年 商店都沒有收拾 這一樣那樣 又是那些 賣的牙科 這裡是大統華 上面是大統華 然後旁邊是電影院 然後左邊上去 就是黃庭的酒樓 待會出去會拍到 大家如果住在W1 這個區域的話 最方便最方便 這個商場是不大的 很小的 但什麼都有齊了 前面是 剛剛說了後面 黃瓶 Starbucks 看牙醫 Winners 上面是買的 山褲鞋物 加個用品 或者這裡已經有藥房 前面可以做ICBC保險 對面已經是W1 我們這次走過去 看哪座 我們呢 記不記得W1有兩座 發展商是Concord Pacific 高一點 近一點 我們現在這一座 就是455 SW Marine Drive 我們今天和大家看的 就是這一座 之前Carrie自己的出租單位 Investment Unit 就是旁邊的一座 433 這個單位都是今年早些時候 我們已經買出了 其實我記得每次等到最久 是這個單位 好 W1在這個屋苑區裡面 最新的兩座 它建成的樓齡是2019年 其他這些是Northwest 2018 後面MC Square是2016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區 最新的就是這兩座 今年最後還有一個5年保養的 2510的新樓保養 燈位好像快了 對 燈位快了 這次不用等3分鐘 我們10時35分鐘 真的15分鐘 然後我們就由Lansdown 過來這裡 好 鑰匙在這裡 你按吧 不用了 開了門 好 我們在W1的Concierge 這一座就是掛牌單位的樓下 這個是455的建築 我們的單位就是這裡 搭升降機 28樓高層美景向北 有些向東的一房單位 等一下跟大家上去看看 Concierge在這邊就很grand 因為你看到高樓底 有這些水晶燈 然後有些石 兩棵柱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你看到整個Marine Gateway的路 這些都挺有特色的 暗暗的玻璃 有些層次感 最關鍵是說實用的 這個concierge 剛剛不在 我們來的時候也在 基本上24小時在 現在可能是on patrol 平時有些包裹、收發 要放下一些東西 有什麼事找concierge的話 都會隨時找到人 比較方便 隔壁那座433的樓下 就沒有concierge 都要過來這邊去拿包裹 那邊主要就是有個gym房 有個meeting room在樓下 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上一條影片 可能也和大家分享過 我們今年在這個屋苑 都有多少活動 現在這個是放手的一房單位 之前我們在這一座 也有個高層的三房單位在賣 另外如果單位都是向北方向一樣 不過它是corner unit 它是西北的corner unit 又是有北邊的雪山美景 以及西邊很開陽 我們這次這個就是東北的一房單位 然後進來這裡 就有些玻璃 一樣都有高樓底 左邊就是mail room 其實W1當初在這裡的設計 都很用心 它目的東西都很大 連mail room都有不同的石紋 這裡大家過來拿信 然後有個告示牌 然後這邊如果大件的就是concierge管理 然後這裡是有些大一點的油箱 這裡就有個meeting room 大家有朋友可能要來聊兩句 做study都可以的 然後這邊還有個洗手間 其實它兩座的地面都有洗手間 其實是挺好的 很多人都不在意這件事 但是concierge大部份的屋卷 它都是地面有洗手間 有些時候你出門口忘記去洗手間 或者你回來很急 有客人 全部都可以用這個洗手間 然後它為了給… 不要讓大家濫用 它有個password 住戶才知道 這邊就是那個電梯的lobby 我們這座因為比較高 所以是有三部升降機 旁邊433是兩部升降機 我們現在就和大家上去單位看看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單位 就是屬於W1455這座的高層 電梯口進來是走廊尾的 所以這邊很安靜兩戶 而且門牌號碼非常之美 Carry Feature最美的門牌號碼208 祝大家發發發 好 進來看看 這個是一個W1500呎的一房單位 還有一個書房的 Layout非常之直接簡單省位 門口進來 左邊就是一個full size的洗手間 它是有浴缸的 這些是典型Concord Pacific的設計 我鋪了這些磚 其實它這些是marble tiles 然後上面handheld 這裡三個鏡櫃 這個單位之前是業主自住的 保持得非常之好 所有的alignment 燈全部都好 洗手間也有一些extra的台面 可以給大家放的 不是那些很窄的 然後下面都是有了儲物空間 這個是放那些 雜牙膏杯 坐廁在這邊 整個地面下面都有燈 門是推拉門 門本身都有些設計 這個位置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我們好像去年 有跟大家買過一個類似的單位 其實一模一樣 就是樓陳童 當時的業主擺滿了很多東西 這些位置還擺了櫃 所以大家要再訂製一些儲物空間 其實有很多空間 來到這裡 就是一個很大的l shape廚房 它是這一面牆 全部都是做儲物空間 從雪櫃這邊開始 W-1它用的電器是MIRROR 從雪櫃焗爐 爐頭 抽油煙機 去到洗衣機乾衣機 都是MIRROR 剛剛看了雪櫃 這裡三格冰櫃 然後是入場式的焗爐 還有微波爐 其實W-1有幾個不同的一房設計 這款其實是屬於計劃最優勢的 價錢又最划算的 如果大家記得 Carrie的一房單位 有一個更大的U-shape廚房 中間有一個客飯的位置 比這個500呎大了 80呎左右 但其實售價差不多貴 8至10萬 但這個一樣有釘 L-shape廚房之餘有很多儲物空間 這邊一邊進去 整排都有櫃 由最頂到最底 你可以拉整個Lais Sosie出來 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而且它的Layout 令大家 尤其是老人家煮東西吃的時候 你不需要經常覺得 你要摸低身去看焗爐 你基本上完全是一個 動一點的身形 微波爐是剛剛好最fit的位置 這個上面都有很多儲物空間 下面是櫃桶 這個桌面都很長 爐頭和Sink中間都有大量的桌面 完全有夠位置可以放 電熱水波、電飯波、咖啡機等等 這些都是木紋的廚櫃 有很多空間可以給大家放東西 抽油煙機很帥氣 整個座位 MIRR一個 抽力都OK的 給大家聽聽 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除此之外 儲物空間還沒說完 這邊下面全部是做小櫃桶 上格櫃桶還有個小櫃桶 大家可以買organizer 下面還有個大櫃桶 給你放煲煲碟碟 這個是MIRR的小碗碟機 然後旁邊的Sink 還有可以拉出來的儲物空間 還有垃圾桶 旁邊還有再多一個櫃桶 總共有兩排三格的大櫃桶 儲物空間非常多 剛剛看了寫租間門口進來 廚房這個位置 現在就隨便有燈膽 大家之後可以換燈 你中間想放圓櫃、長櫃或椅 都可以自己定制 然後這邊是一個釘 這個釘其實也挺大的 你基本上完全足夠空間 可以放到書櫃 可以工作 也可以當它是一個pantry 也挺深的 Fan Coil就放在上面 Water Shutoff全部都在這裡 然後洗衣機、乾衣機 都在這個釘裡面 然後就是MIRR的 上搭下搭式的 乾衣機、洗衣機 進來這邊就是客廳空間 有一幅比較大的電視牆 可以放到電視 然後其實這個單位 最大的優勝之處 就是它的景觀是挺漂亮的 比我的單位好多 我們先看看 上來 因為我們是高層 28樓 我們基本上是最高的幾層 28、29、31、32是最高的 我們看出去這邊是向北的 因為這邊基本上沒有遮擋 所以單位向北也很光亮 看出去的話 就是前面是W1出租的矮層 這些全部都是Lowrise和獨立屋 就算這些房子將來改建 大家看到這些中間是比較新的建築 所以就算他們真的被人買入再改建 其實都會是這些比較Lowrise Townhouse類的物業 然後就是Winona Park 所以其實你在家坐在梳化看過去 最顯眼的就是這個這麼大這麼漂亮的公園 而且從這裡走過去 都是大概8分鐘就可以走到 一條內街走過去散步 很舒服的 很久以前Carrie也和大家分享過 Winona Park後面Bell Park那一堆 就是Lowrise、Concrete 就是對著公園的貴很多 然後再向北望那邊一堆 就是Oakridge 由這裡坐兩站Skytrain 剛才如果Carrie不下車的話 坐多兩站就已經去到Oakridge 那裡下面的商場就現在重新興建 預計今年到明年就會下車 那邊又會是一個很蓬勃的商圈 吃東西、Shopping 所以很方便 我們Marine Gateway自己本身方面之餘 周邊坐兩站也有很多地方 向北我們可以去到Oakridge兩個站 向南剛剛就是去到Richmond、Captain 向西就是去機場Outlet 我們看看這個單位 因為高層還有一個優點 大家可以出來 其實不用出來 裡面單位也能看到 向東的一個美景 因為剛剛說了W1是兩座 東邊還有433這一座 比我們矮一點 我們28樓的高度 已經可以越過去這個建築 就能看到東邊 所以你出來是很開揚的 同樣地同一個單位 一模一樣的單位 你多下幾層 可能26樓 我們之前Fisher的好像是26樓 你這邊已經差很遠 因為會明顯地看到這座樓 景觀舒服 然後出到露台的話 跟大家分享 這邊就是西邊 Skytrain由這個位置開始 已經是落地底了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建築 就不太聽到聲音 你去到這邊已經沒有看到Skytrain的軌道 所以我們只是這個建築 比起旁邊MC Square 或者向西的單位 我們都會安靜很多 這個單位我們其實是一個 小層的單位 這份是一房 因為它除了這邊向北的景之外 還有兩個窗是向東的 然後下面是Rain Drive 剛剛那邊很漂亮 又可以看到Matchel Town 又可以看到Suri 看到很遠 我們進入房間 這個房間的設計 亦都很直接 兩邊可以放到Clean Size 這間房間它不是很闊 它不是很闊 未必放到傾 因為你還要遷就一個位 可以進入衣櫃 放衣 Concord的衣櫃 也會幫你做裡面的內飾 有LED燈 這邊也有些櫃桶 可以讓你放一些內衣褲 這間房間的特色 就是它也有深度 你放了床那邊的位置 這邊未必可以再放一個小的Jerser 這個一房單位 我們是208 455SW Basmarine Drive 28樓的高度 我們現在開價是59.9萬 單位是有一個車位 還有是有一個 一個Standard Dark Locker 還有有兩個小的Bicycle Locker 我們上來補兩個照片 打算把這些打開廚櫃的照片 放到我們的網站 大家想看這個Listing有關的資料 可以上去carryway.com slash2808 就會看這條影片 還有可以看到整個單位的Fall Plan 裡面不同的單位的特色 剛剛補充一樣東西 W1的兩座樓是有冷氣的 有冷氣有暖氣 而且是包在管理費裡面 我們的單位是星期一會掛牌 然後下個星期六日 即是21號 9月21號、22號 兩點到四點 carry會在這裡做Open House 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看看我們的單位 或者跟carry談兩句 多謝大家 下個星期六日見 Bye Bye 我們的Sky Train之旅就完結了 W1附近有Maringeray的商場 跟大家分享了 但黃庭吃了太多次了 不可以再拍他 現在就變成為黃庭做宣傳 我們來到兩三站之隔的Lansdown 這是我們的出發站 我們今天想吃九記 所以又是一個搭Sky Train就可以到的地方 剛剛後面Sky Train站下來 九記就在這個位 所以你現在看到嗎 Homesense旁邊 我們先去吃午餐 趕東西吧 喂 我們今天又叫了很多東西吃 但其實這個不是我們一餐的份量 這個可以是三餐以上的份量 我們今天就去了九記吃午餐 因為我們的車原本是在Lansdown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回來 我發現原來之前經常跟大家 分享樓盤 說Sky Train很方便 但其實我和基底都是開車 很少親身感受過 今天感受的體驗真是很不錯的 Marine Gateway 我們剛剛W1 走去Sky Train站三分鐘 Sky Train由Marine Gateway 坐下來Lansdown 又是十分鐘二樓 八分鐘就到了 然後走過來又是兩分鐘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快 不用塞車 不用開車 不用用路的體驗 就可以吃飯了 好了 我們今天叫的這個是九記四順飯 他好像是剛才餐單不見了 有百多元 埋單一百元 但足夠我和基底吃三餐 他怎樣四順飯呢 首先他… 五順 對 五順 燒尾雙拼 對 總之有幾個菜再加主食 他第一個可以選擇海豬 我們選擇最重份量的牛雜 不是牛雜 牛腩 牛腩下面還有些菜 等一下 先放小一點的牛腩 不過他這次的牛腩有點肥 嗯 很香 那些汁不肥 嗯 鹹油 很美味 雞腩 太白了 白酥酥的 我們上次吃了叉燒 這次也試一些新的 本來想要燒鴨和燒肉 誰知沒有燒肉 隨便叫我切雞 看下去買出來是一般的 吃燒鴨 我沒有給甜醬 我喜歡酸梅 這個酸梅醬真是酸梅醬味 是啊 蠻好吃的 脆皮 雞腿 不是 雞腿 好吃 剛剛還沒說完 五順飯 其實五順飯 這個叫做雜菜蝦球 但其實不是蝦球 而是蝦肉 不錯 嗯 挺好吃 很豐富 這裡也有菜 這裡也有菜 我們有 還有牛河 還有牛 還有蝦 有冬菇 有菜 有雞 有鴨 還有牛 炒河 很好 我猜我只吃到十分之一 明天繼續吃 我們今晚晚餐就可以吃 然後明天午餐就可以吃 其實我們嘗試叫它小油 不過它也沒有小油 不過很正常 少不了 少不了 江叉鵝 師傅肯定在 你也要吃這個 我也想吃江叉鵝 好 好 應該是鍋氣的粥 好 我們今天吃的家庭餐 就86元的餐本身 它有包了牛腩 蝦球 我們雙拼 因為我們叫了燒鵝 它說要加5元 然後乾叉牛河 我們就包了兩大盒 在哪裡 還有兩大盒 然後總共賣單 加上小費就是128元 走了 走了